从瓦雷西亚到比利牛斯山下的托尔拉小镇 一共有400多公里 需要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在离比利牛斯山还有100公里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白色的山峰 这些山峰并不是雪山 而是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这边南路的石灰岩山 比利牛斯山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的边境线 由于西班牙这边气温比较高 日照比较多 南路这边很少有雪山 看到的都是这种石灰岩的山峰 从西班牙这边穿越比利牛斯山到法国 一共有四条线路 最西边的紧爱大西洋 东边的紧爱地中海 中部有两条 靠东的是穿过安道尔 靠西边 这个就是走托拉尔小镇 我们这次之所以选择这条线路 穿越比利牛斯山 第一是没有走过这条线路 第二是有位于西班牙境内的奥尔德萨和佩尔迪多山脉国家公园 这个公园是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境内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最大公园 公园由四个美丽的山谷组成的山谷群 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石会岩山峰瀑布小溪和森林奇景 而托尔拉小镇就是进入这个大公园 最近的一个门户 布鲁托小镇不大 但是布满了各样的酒店和民宿 还有很多的餐馆和户外商店 从这个小镇可以报名参加各种的徒步等户外运动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小镇是人满为患 没有提前预定的来这里都找不到房间 很多人会选择托尔多下面的布罗陀小镇住宿 我们现在路过的就是布罗陀小镇 西班牙公路N-260A穿镇而过 布罗陀小镇比托拉尔小镇要大很多 很多长途大巴也都在这里停靠 你如果不是自驾游的朋友 就可以坐大巴先到布罗陀 布罗陀的酒店和民宿也会更多一些 住宿也比较方便 这里虽然离自然公园稍微远一些 但也有很多的户外商店 你在这里报名也可以参加各种的户外活动 他们会派车拉你们进去到山谷中 也是一种很好的旅游方式 穿过布罗陀小镇往北走就进入了山谷 山路也逐渐陡峭了起来 公路限速也由60变成了30 我开着拖挂房车 上坡也有点显着有点费力 弯道也比较急 开车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托拉尔小镇了 托拉尔小镇就算正式进入了奥尔德萨和佩尔迪多山国家公园 门口一个很大的服务中心和停车场 我们是去年10月份去的属于旅游淡季 我想旅游旺季的时候肯定不会让房车进到这里面 这十几辆房车都把这个停车场占了一半多 在托拉尔小镇附近有三个房车营地 关于房车营地的情况在下个视频里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 奥尔德萨和佩尔迪多山国家公园 是位于西班牙境内的唯一的一座比较大的比利牛斯国家公园 这里山星水秀 雄伟的石灰岩山峰气势磅礴 美丽的山谷小溪瀑布川流期间 坐落在山谷里边的小镇也让你流连忘返 如果你时间充足可以在这个小镇上住上几天 如果是在这里度假住上半个月也都不让你觉得厌烦 有很多的户外项目可以让你体验 好的 托拉尔小镇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